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看看大陸的相關經濟資訊 有外國媒體的分析 現在中國似乎是沒有意思 想去救樓市轉移加大力度去投資製造業 為何他這樣分析呢? 我們一齊看看吧 紐約時報報道說 上個星期公佈的數據顯示 中國各有銀行已經開始持續減少 為房地產行業提供貸款 這是由2005年中國開始有可比記錄上的首次 大量資金流向製造業 尤其是電動汽車和半導體這些快速成長的行業 報道說到疫情之前 中國銀行系統每年向房地產行業 亦增加相當於7千多億美元的貸款 不過去到今年9月份的12個月入面 房地產業的未償貸款總額略有下降 銀行減少了對開發商的貸款 家庭亦償還房貸 同時新房貸的數量亦都下降 其實這點可以補充一下 應該他們收到消息是會做整頓 所以最近這段時間就叫做減少了這些批給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 而且你見到現在銀行有不少高級領導已經被人拉落馬 而這一個報道說到 中國房地產危機的根源就是靠借貸驅動了40年的投機行為 他將房價推高到 同租金還有家庭收入不成比例的程度 如果按照他這樣說 港澳地區都同樣有這個行為 我們的樓價仍然都是同租金或家庭的收入不成比例 香港澳門都是一樣 而中國政策的制定者已經是幾年前開始 就向房地產業去限制貸款 是引發行業的一系列衰退大政策制定者 現在不願意通過再次大規模發放房貸去拯救地產業 那對的 因為如果是好似之前那樣再放回水給房地產業的話 即是說之前那麽多年所做的事是白造工的 那可能現在這個狀況就只能夠是等它局部引爆 或者債務重組啦 但是這一個報道同時指出 銀行提供給工業企業的淨貸款 由2019年前的9個月折合630億美金 標升到今年前9個月去到680億美金 增加貸款部分是用來發展半導體行業 還有電動汽車製造業和造船等等的行業 不過報道也都講到 這一種做法是相當有風險的 因為中國的工廠是長期存在供過於求的問題 數量遠超過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而且加大製造業可能會導致到更加多的出口 就會引起這些貿易夥伴的不滿 但是退一步講 你發展房地產業 房地產業是製造不到好大量的就業職位的 但是如果你發展製造業的話 它是可以創造到不少的職位出來的 再加上如果房地產業再給它這樣玩下去 再繼續升再有一波升幅出來的話 其實之前用了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心血去想解決的問題說 房住不炒就變成白做工 可能現在的目標都是想令到大家有公開有飯開 這個報道講到明 增加向製造業貸款突顯中國政府 無意救助國內負債累累的房地產市場 大約佔中國GDP四分一的建築和住房行業 現在正是受到樓價、房屋銷售和投資急劇下跌影響 他們表示中國增加對其他行業的投資可能會刺激未來經濟成長 就想用這些經濟成長去抵消現在房地產行業的麻煩 不過渣打銀行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最近在廣州所舉行的中國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的論壇上表示 房地產行業還未足底 即是說樓市現在中央未必會用貸款這個方式去救 應該有機會偏向重組 值錢的資產就被人買走它 這一個應該是比較會做的方式來的 如果不是由中央直接注資到房企那裏 其實都不現實的 就變成跟他們包底了對不對 雖然是把錢放進製造業那裏 但是有另一個新聞好像不太樂觀 歐洲央行講道 近過半的跨國公司考慮將生產線千離中國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在疫情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打亂價格鏈之後 很多跨國公司就在研究要變換生產場所的商業選項 但是目前未有大規模重新安置的實質證據 只限於討論 歐洲央行按照它所得到的第一手消息 就是有65間在全球擁有業務的超大型跨國公司進行調查 其中有49%公司在探討就近外包 或者是將生產場所移到去跟銷售點更近的地方 這個更近的地方其實已經客氣了 實際上就是想移走移出中國 好似上次同大家分析過那樣去一些關稅比較低的地方 這樣就蓋回中美貿易戰之間的成本 另外還有42%公司就想將一些生產作業搬到去 有幫或者更加歡迎它們的地點 而歐洲央行表示 在有關哪些國家對這些公司生產領域的供應鏈 構成可能風險這個問題上所有回應的公司 有三分之二指向中國 簡報已講到近過半公司 在某一特定國家或者少數國家獲得關鍵材料 幾乎所有公司都講這些材料供應現在面臨一個很高的風險 而歐洲的央行亦都講到 絕大多數受調查的公司都指明 中國是這些國家或者少數國家裏面的其中一個 所有公司都認為和中國的風險大增 報道表示 就近外包近年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有岸外包新現象 只有11%受訪公司就說過去五年是謀求這一種戰略 而華爾街日報亦都報導說中國政府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 近年趨於冷淡和緊張 令到這些外國公司重新考慮在中國的投資 所以有不少外國公司開始將利潤撤出中國 而根據中國的數據分析 去到九月底外國企業連續六個季度由中國撤走利潤金額 總計超過一千六百億美金 即是說接近一萬億人民幣 這一種小見的情況已經表明 中國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正在減弱 而利潤持續流走 導致中國第三季外商直接投資總額 是二十五年來首次下跌 而他們撤走利潤亦都令到人民幣進一步有下跌空間 由於投資人不再看好中國股票和債券 同時新投資亦都減少 所以這個走資壓力都相當之大 現在就變成大陸就不夠房地產了 用原本去救房地產的錢去吹谷自己國內的製造業 可能亦都想這樣去填補外資走了的影響 就變成很多東西中國製外資走了和中國企業去取代你 這個可能性又高不高呢?我認為都幾高 如果是按照上面這個新聞這樣講 你回去大陸做這些這樣的製造業 首先不要講你成不成功賺不賺到錢 但是你拿貸款一定會比較容易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咯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